山壁探方一块块的土石掉落在马路上挡住了双向车道 人车完全都不能通过 就怕发生其他意外远景赶到现场急忙拉起封锁线 台东东河向台23线也就是东副公路39.7公里处 24号凌晨下起大雨在清晨5点多 导致路侧土石探方阻碍了双向交通 但这里是台东东河偷往太原的主要道路 现在因为探方民众想要到太原都得要绕路 而探方意外也导致民众没有办法到附近的灯仙桥 县府也宣布太原村北原村上德村24号停止上班上课 经本分局与公路局台东公路段东河向公所 紧急前往现场勘察 初步未发现有人车受困的状况 大型机具进驻中午能恢复单线双向通车 而大雨导致探方接上去也提醒大家 这几天天气仍然不稳定 在西半部跟东北部地区还是会有短暂的震雨或雷雨 那花东地区也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震雨或者是雷雨 那至于北部东半部地区的天气情况呢 礼拜六之后的天气呢 属于银封面的就属于背风侧 所以会是比较晴朗 炎热有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雨预计会下到月底 但突如其来的探方意外 警方也提醒这路段下雨过后 土质松软 庸路人尽量避免经过 TV别新闻刘景元家曼台东唱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